這次Terry的新角色叫樂富 說得傻奸奸 這次這集說得男主角遇到Terry之後 還會收他進金剛門 什麼?我叫慈富,他叫樂富 兩個都叫阿富,還要進金剛門 為何觀眾以為那個角色是我的 你怎麼這麼大反應? 什麼大反應?是他傻的 曹先生 曹先生 各位好 各位好 Terry,我們這個劇的兩位母子 筋叔、富哥,不用我多介紹 請多多指教,這次來這個角色 是我大妹特意替你訂做的 你準備好了嗎? 我做足功課了 善姐說我的角色主要是搞笑的 平時傻奸奸 所以我打算加些特色給她 加些什麼特色? 踩招皮 我之前做一個踩招皮的路人甲 觀眾看完都說搞笑 好… 好… 曹卓 不如她的角色改個提名字吧 她的名字有什麼?有沒有人提? 是呀,她說怕聽著名字跟她撞名字 怕人家誤會了她影射她 撞名字不太好 這兩位就是我們套劇的武術指導 紅樹根師傅和慈父師傅 大家好… 我們第一次拍功夫片的時候 什麼都不懂 全靠兩位師傅指導我 你的角色叫傻夫,慈父又叫阿夫 傻夫 演傻夫這個角色 我的靈感是來自富哥的 關我什麼時候? 我第一次做路人甲的時候 NG了十幾次 富哥忍不住,罵了我 不過被他罵一罵 我就想到用踩招皮的演繹方法 然後我找到傻夫這個角色 就照樣照樣照樣 用他點聲我的方法演繹 那師傅算不算是角色的圓形? 也可以這麼說的 先說清楚 角色不關我的事 角色這麼巧和我同名而已 不是,挺順口 要我叫傻夫豈不是更好? 傻夫 傻夫…看開一點吧 我做跌頭從角色的時候 初初也是這樣 那叫傻夫就習慣了 被人叫傻夫那個不是你 你當然是口響了 我現在出道家 每個人都當我傻子,多沒面子 你和角色撞名 多人認識你,你就賺了知名度 是呀… 好 導演… 待會兒那場戲,我想弄一些新的意思 有什麼想法呢? 待會兒你和Terry打 打贏了他之後就不斷打… 當他像生魚般打,打到他坦塌腰 也好 不過這樣,為了逼真起見 要他親身上陣 Terry,過來 是 聽不聽到傻哥說親身上陣 還好嗎? 好,Terry…來… 雖然我們劇組會幫你做出你的安全措施 但是你自己沒有工夫看的 如果你親身上陣,就很容易出事 我們可以請替身的 你不一定要答應他們 但是為了拍攝效果好一點 我親身上陣也不怕 這麼中線招皮? 這次就打得你彈彈腰 動作不行,再來… 狠狠一點吧?再來 再來 不行,再來 打他…再來 師傅…可以了吧… 當然不可以了 你是個仇人嘛,你要狠一點 大力一點打他吧?再來… 我也還可以的 大力一點 再狠一點 我好像搓到腰子 這個梯子行不行? 你從來都行不行?快點起床 我也想,不過動不了 什麼? 什麼?你回來了 快點打電話 打電話 快點… 你還沒好起來,多休息一下 你怎麼回來幹什麼? 今天場戲對我來說很重要的 我一定要演完它 我先過去熟讀劇本 好… 今天場戲很重要?是什麼? 今天場戲對Terry來說是非常重要 我聽大妹說的 她就是為了這場戲 所以才決定加入我們劇組 好,我想簽約前,可不可以開個條件嗎? 你想加片手? 錢從來都不是我要考慮的 那你要什麼條件? 我爸爸自從被雷公搶我接龍之後 就一直意志消沉 我很想說些話可以叫他振作 但是我知道他不會聽我說的 所以我想擅長你幫忙 讓我戲裡面說一段 叫爸爸振作的對白 那個傻子搞這麼多事 原來是為了他爸爸 他就是為了他爸爸 所以才分身演出 不過你怎麼知道這樣做 一定會抓到那個偷弟副賊? 看不到東西… 但怎麼偶望穿場的樣子? 還偶望穿梳化? 難道你有偷時間? 我怎麼看見的? 整個土大都知道你有偷時間 真假